大家好,我是Jacy 今天要带你们去尝尝新加坡国菜之一海南鸡饭 这家离季海南鸡饭当属鸡饭中的老字号了 创建于1953年,至今已走过67个年头 大家肯定好奇 为什么海南鸡饭不在海南 却在新加坡如此普遍 又受当地欢迎呢 其实海南鸡饭最早源于海南文昌 相信很多人去海南旅游时都吃过文昌鸡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不少海南人下南洋 海南鸡饭也就流传到了东南亚 然后这道菜经过改良 又融合了当地的特色 慢慢地演变成为了 今天独一无二的新加坡海南鸡饭 虽然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海南鸡饭 但是新加坡的旅游业更发达 经过包装 海南鸡饭就成了新加坡的国菜 离记海南鸡饭非常正宗 很多知名人士 像梁朝伟 刘嘉玲 房祖明 等明星都曾经来此打卡 饭后我们来到了乌节路 正好碰上了卖冰淇淋的老爷爷摊位 老爷爷就在摊位后面休息 帮我们切冰淇淋的应该是他的土地了 一块二一个可以选择土丝夹冰淇淋 或者飞化饼干夹冰淇淋 因为之前上过谢霆锋的十二道风味 而且在抖音上也火了特别久 所以生意非常火爆 幸福是你排队 而我占卖 你总舍不得我泪 幸福是关于